歡迎來到學用數學 數學有用 今天我們要看這個長方形鋪磚 那今天的話呢 它要按照這個橫值設計 但磚塊有990塊 而且它要變成一個正方形庭園 首先呢 我們知道這3塊一組 所以這999實際上呢 只能用成333個小正方 但是呢 我們要拼成這個什麼大正方 所以今天呢 它需要一個正方形 所以我們等要找什麼 兩個數乘起來 比這個333還小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說 15的平方是這個225 16的平方是256 17的平方289 18的平方324 所以這18呢 就是我們要的 再下一個19的平方 361 這時候就太大了 好那324 再乘上3 這邊就得到972 所以此題的答案就是972 所以要先解構一個小正方形 它上次有3個 然後今天正方形庭園 要的呢 就是什麼 兩數相乘 小於333 找最大值 好 那另外呢 另外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大家呢 對於這個1到這個20的平方數呢 可以稍微記熟 這個在做題目裡面 非常常用到喔 如果這個1到這個2到4 4分 3 5 6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